说一说腾讯和京东那件事 因为大家都还很关注 就算昨天已经经历了一整天 大家还在拆解 究竟这件事是怎样发展呢 说到简单的转据一下 腾讯就宣布向股东派发京东的股票 做中期食 变相减辞 昨天腾讯做好 但当然又震散了京东的股价 连着美团、快手、Bilibili 这些腾讯投资相关的概念股 其实都向下 先说腾讯这个举动 第一就是解读 究竟是否正在回应内地反垄断的行动 而且今天看到内地有些报道都在以这一项标题 即是说其实它的语言就是对的 将来的方向就是这样 我忘记它的语言是怎样的 但总之也有说 类似就是他们的方向就是这样做 另外腾讯的股息率会急增到大约3厘 因为本身其实是很低的 那怎样看腾讯这件事 究竟对于股价的利好是反映了没有 还是有没有能够再升呢 当然昨天出了这件新闻之后 你看到昨天的走势 京东和腾讯就很注意 腾讯也算是升得挺好 我想升得好的主因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今次的变相减辞 或者派京东做中期息 有几个所谓的利好可能会出现 一来先说股份本身 譬如我们说真的一个息率 因为之前其实就算说了可能会派中期息也好 当然那天大家估计是派现金而已 其实之前也说的就是你派现金你派得多少 因为本身你科网股 本身也不会炮 是的 而在没有中期息之前 其实本身腾讯的息率也是0.4厘 那我就算比较你派中期现金息也好 当时股其实市场本身普遍预期比较一厘的股息 但是这次先不要论它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看派京东这一块股份来计 刚才所谓的息率去到3厘 即是由原本一个零点几厘 突然去到3厘 这个话多话少也有一些吸引性在这里 至少以量化分数来说 还有刚才提到一点就是 以往为什么大家觉得新经济股不会派息呢 因为留下一些钱是用来发展的 觉得是有增长的 所以之前反而说了派中期息 曾经有些人觉得派现金那一刻 其实是看法有些审慎的 是不是等于意味着 未来没有一个发展空间呢 没有一个增长空间呢 所以如果反过来 就是今次又不是派现金 似乎又 如果从好的方面来说 似乎还有一些可能事情会搞成 所以只是从这些因素上来说 其实对股价上来看 昨天是比较叫利好 而从一个宏观点的动机去看 大家会 就像你所说的解读为一个 回应反垄断的一个动作 因为始终早年腾讯就很流行 每个人都入股下 每个人都投下 帮他们的枯发性 助他们长大 然后尝试释放价值等等 所以形成其实腾讯 所谓的腾讯王国 或者他的网络就很多 基本上他所推出的科网股 都有份的了 所以形成其实他都 占了差不多一大部分的 就是你可以说 如果以计算这些股权的持有 控股来计呢 他真的挺垄断 整个科网的行业的 是 所以今次你说有这些的 可能减持变成脱了一些的动作来计呢 有些人觉得回应我们的反垄断动作 其实是不奇怪的 可能脱了一点 不要说占了那么多 打散了一点 这也可能是另一个动作 就会回应到这个反垄断的情况 所以有些人可能解读为 你回应到反垄断 意味着你未来可能没有那么垄断之余 又不想特别会被针对得太重要 所以又是令股价升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 几个这样的主因 令到腾讯股价是 昨天来说比较强 而且这一刻还能延续到那个声势 但是至于是否真的会反垄断呢 未来真的要看的 我想就是要看着未来究竟 假设下几次派的一些息也好 中间息我当你什么特别的息也好 究竟他是 继续用这个形式去减 他持有其他股 派给人家 还是派回现金呢 这个就会慢慢看到 究竟是不是会回应反垄断的动作 因为其实昨天 腾讯自己那边说 当然他不会告诉你 会回应反垄断 但是他的解释其实又不是不合理的 他说到是因为觉得 京东是比较成熟的 是时候要退 因为其实当日 他们玩那么多这些前期性的投资 搞那么多入股这些东西 其实是助他们成长 所以其实他们当时也有一个原因就是 当这些伙企业 如果真的有成长 有自己的一个 比如说融资能力 发生能力 其实他们会退出来 如果以现在腾上手持那么多的股权来计 的确以京东是最成熟的 因为京东的赚钱能力已经很稳定了 而京东自己本身也拆了几家东西上来 京东的物流和京东健康 也有绝对很强的融资能力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正路角度来计算 他所谓一个可能看到儿子长大了 自己慢慢退出 又不是没有他的道理 所以这个也未必是会议反弄断的 所以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要看看之后 究竟他 其他派式的动作是如何去表现的 如果你说都是派股的 那就可能真的慢慢印证会议反弄断的这个举动 是